先来哦,第一段 我这样傻傻的到底有没有在录用 3,2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 王瑞瑶,前一阵子跑去京都了 听众朋友如果有追上王瑞瑶的 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 就知道我在京都开了几段 直播,也上传了 几张照片 京都很好玩 我记得我几年前去京都 在鸦川,在鸦川的那条美食街 就是沿着鸦川的美食街玩乐 可是呢,这次去京都呢 最主要最主要是有一个目的啦 听众朋友 有一个餐饮集团叫三商行 这个三商行的老板 翁赵喜 我们都称他为翁董 翁董我认识他好多年了 然后翁董呢,都在办杂志 他现在的这本杂志的名字 就叫做料理 台湾,因为他以前在办杂志的时候 其实办的是内部刊物 然后慢慢慢慢扩大 回介绍餐饮界 那我自己是很佩服翁董啦 因为这个翁董哦 每两年会办一次海外研讨会 而且呢,这个海外研讨会 我这次应该是参加了第三次了 因为中间有一次在越南举办 我没有去 因为我自从我帮料理台湾开始写外稿之后 过了几年之后呢 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海外研讨会 说起来其实很汉言啦 因为呢,在海外研讨会呢 他们呢,会邀请学者 来发表论文 然后这些学者呢 其实都是质地有深的学者 而且他们发表论文都是用英文 English 听众朋友 有啦,我会讲 Hello,Thank you 你知道,之类的 可是要去参加英文研讨会哦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所以呢 我自己呢 这次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也跟着去到了京都 而且这次呢 他们的研讨会的主题是永续 应该是讲说已经连续好几年了 他们每次在办海外研讨会 有一个灵魂人物 这位灵魂人物呢 就是我非常尊敬 然后也对我非常好 汉学大师王秋贵王教授 王教授 王教授八十几岁了 我其实哦 跟着王教授一边吃喝玩乐 然后一边学习他的生活态度 然后呢 也一边就是见识到这个大师 对于这个土地 还有对于干净的环境的一些追求 那大家知道 我每次只要讲到秋贵教授 因为他很疼我嘛 我每次跟他在一起哦 他都给我喝很好的茶 因为他自己哦 去喝没有污染 然后是很原生的茶 所以我每次跟他在一起都很开心 就是我吃再多都没关系 他都给我喝好茶 然后我全身就很痛快 然后这次呢 秋贵教授呢 在临行前就跟我讲说 他说你赶快带一个空杯子啦 就是你随时随地 身上都要串一个空杯子 因为呢 他自己呢 有很多方法可以泡好茶 都可以让我分享一杯 我刚才讲说 这个研讨会海外的英文的 全英文的这个有关于饮食的研讨会 今年的主题呢 是 永续 我记得永续这个主题讨论好多年了 可是呢 要怎么样讨论永续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层面来讨论永续 虽然我的英文不好 可是我也很认真参加了研讨会 然后就会发现今年的讨论好精彩哦 因为呢 这些从世界各地来到京都大学来参加研讨会的人 他们都很认真发表研究报告 有的几乎是论文的程度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表格 在这里面呢 其实有看到他们对于土壤 对于族群 还有区域 还有国家政策 等等等等各个层面 都在讨论永续的议题 所以其实很精彩哦 我自己在听的时候 当然也有偷偷打瞌睡了 因为有的那个专业术语 其实有一点难 可是有的这个教授 把这个图表秀出来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为之一亮 然后你自己就赶快拍照 拍照之后 你就把它放大研究 尤其是有一堂 这个是台大的徐正一教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徐教授呢 讲的就是土壤的污染 然后呢 它其实有年份的对比 然后呢 甚至告诉你 这是在稻田里面的取样 你眼睛就亮起来了 可是听众朋友 我其实一边在参加研讨会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以前其实吃稻米的数量 每一年 每一个人都吃超过100公斤 然后呢 甚至是接近100公斤 可是当它在就这个稻田土壤的取样的时候 做报告的时候 其实我脑袋里想出来的是 我们现在米没有吃这么多了 对不对 就算稻田里面有污染 对人的伤害有这么大吗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 我们对于这个主食的摄取 一半是米 一半是面粉 然后我其实一边在看它的报告 一边脑袋就在想 然后我一边自己也在下面很忙 你知道Google 然后就在查我想要的资料 我觉得即使我们现在 国人的这个10米 就是食用稻米的数量已经砍半了 搞不好砍半再多一点点 你一年大概吃不到50公斤吧 然后你平均下来 搞不好一天吃米吃100克吧 不到两碗 我记得我那天 它在上面做报告 我就赶快除 然后还是一样会发现 我们其实对于稻米的仰赖度 还是很高 然后所以以农地 重稻的农地作为取样 这个其实还是很正确的 然后这里面会有八种重金属的元素 它就做这个数字的分析 那天听众朋友 我自己其实参加过这个海外的研讨会 就是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的海外研讨会 这个已经是第三次了 有一年在法国 有一年在布里斯本 在澳洲 今年在京都 然后我就会发现说 今年的讨论好热烈 大家对于爱护地球的这件事情 有很多想法 然后甚至于呢 有讨论到雨林 大家知道马来西亚的雨林 然后最后在ending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很精彩的结尾 因为大家知道做研究的人 他们其实会有一个主张 这个主张其实很强烈 那可是呢 还是要回归到经济的层面 还是要回归到 为什么要焚烧这么多雨林 我们地球上的食物并不是不够 我们地球的食物是不均 应该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讨论 那所以呢 最后有一个很漂亮的ending 我自己其实很感动 因为有的时候会看到 有一些人在做研究的时候 是一股脑 就是一直在钻牛角尖 就像我们这次呢 因为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呢也去参观了 秀明农法农场 听众朋友如果对有机 对于无毒 对于要吃干净 很干净的食物 一定知道秀明农法 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跑去了资贺县 我们跑去日本资贺县 直接跑去秀明农法的发源地 去采访这个农法 然后呢 非常非常荣幸的是 带路的人就是在台湾 推广秀明农法的眼科医生 黎旭盈 黎医师之后会来我们超级美食家了 因为我记得这个秀明农法 在很早期 我记得应该是20年前有了吧 黎医师呢 因为他的女儿生病 异味性皮肤炎 他呢开始去寻找方法 而且是自然的方法 所以他女儿呢吃了这些 不能讲有机 我觉得我这次去上课 就是黎医师给我上课 我有全新的概念 就是吃了这些 秀明农法的农作物之后 他女儿在半年之内 异味性皮肤炎全好了 所以他就跟他老婆两个人全新投入 可是我这里要讲一个前提 因为在台湾呢 有什么农法 什么果菜园 什么蔬菜店 后面都伴随着一个宗教 听众朋友 我是很老实讲 因为他其实有一个宗教的力量在支持 可是不管你信不信奉他的宗教 至少他推广的这个农法 我自己很支持 好啦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你为什么没有拿苍蝇拍摇我呢 时间还没有到是不是 对 大概还有一分钟 我很紧张 我看到840 我回头看 嗯 那我的苍蝇拍有拿回来吗 没有 嘿嘿嘿 你会 今天第一段没有歌 所以可以长一点 没关系 真的吗 你为什么不拿苍蝇拍回来呢 哈哈哈哈 我的手可以先拌 哈哈哈哈 下一段九分钟 好 来三 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知道我的学历是民传商专 大众传播三专系毕业 其实我的学历并没有很高 好 可是呢 因为做记者的关系 结交了很会读书的一些人 就像这次呢 要去京都大学 我其实很兴奋 京都大学 然后呢 之后呢 我到了京都大学之后 当地有人跟我讲说 其实还有一个更有名 叫什么 庆应 对不对 也在京都 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走到这个学府里面 很兴奋 大家在办研讨会的时候 我就偷溜出来 这就是我的个性 就是我会溜出来看东看西 然后当然这个活动 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主办单位呢 有请京都大学 就是在台湾跑去读京都大学的 一些台湾学生 来给我们做导览 很精彩 可是在没有人给我导览的时候 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摸去了 京都大学的学生食堂 听众朋友很厉害 对不对 我的鼻子好灵 我跑去学生食堂 而且他们学生食堂 就是他们应该是说学生很多 所以呢 进到他们学生食堂呢 有一个走道 这个走道呢 用颜色来区分 区分什么 就是区分你今天所要吃的主食 如果你要走的 假设如果我今天要吃咖喱 我走的就是黄馅 假如我今天要吃面 我走的就是绿馅 我要吃面包还是怎么样 它就有区分哦 可是我那天去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吃饱了 而且我那天是跟董娘 还有跟之前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 玉鑫 我们就三个人啊 就这样东转西转 就被我们摸到了学生食堂 我们很兴奋 大家都在点餐 之后我们探头探脑在拍照 然后我觉得学生也对我们很友善 因为我们其实很像三个奇怪的大神 留到人家的学生食堂 还是很好奇 我们买了很便宜 才日币20元的咖啡牛奶 我们就在校园里边走边喝 而且这个季节的京都好凉快哦 最重要的是这个京都大学 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学校 因为你看到它的大树 你看到它的建筑物 你就知道它的历史很悠久 所以呢 我们就悠游在这个校园里面 也稍微分享了一下 这种京都大学的这种学生的感觉 我们因为这次在京都大学 举办研讨会 所以呢 请了很多台湾的学生做partight 然后也有台湾学生给我们带路 跟我们聊天 其实台湾有很多学生去读京都大学 有的是高中还没有毕业吧 你知道就来到了这个京都 然后有的是高中毕业之后 选择读京都大学 然后我也问一个小男生 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考试并不难 就是要考进京都大学并不难 难是难在后面的读书 他说他一句日文都不会讲 他其实人来到京都之后 开始上日文课 上了半年之后 他就开始正式上课了 我听到之后 我觉得他很厉害 日文上了半年就可以开始上课 而且他说在京都大学 台湾学生为数不少 我要讲的是 因为我是观光客 所以我们就到处去拍照 这是观光客的行为 所以他就带我们去京都大学的大门 他的大门其实小小并不大 可是很多人到了京都大学 都要跟一棵树拍照 这棵树是京都大学的代表 它是一棵南木 就在大门的后面 也是在他们这个大学 最有历史的一栋建筑的前面 然后可是这个南木 老实讲是二代南木了 就跟京城武术一样 他的第一代 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GG了 所以他们又重新种了一棵 可是种了一棵之后 他的感觉还是这种 就是他好像就是你坐在树下 有被避应的感觉 听众朋友 你知道有的树的树形 就是你坐在下面 你就不想走了 然后也有父母带着小孩子 就围着这棵树打转转 然后也有学生坐在这棵树下 然后我坐在这边吹风 然后自拍的时候 我就听到什么 秋桂教授跑到里面买纪念品了 哈?京都大学有卖纪念品耶 我就赶快三步并坐两步 就跟着秋桂老师的这个屁股后头 就赶快进到这个京都大学 卖纪念品部这个主楼的里面 听众朋友买了三个东西 我买了一个京都大学的学生做笔记的这个笔记本 大家知道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都会用的 有没有习字本 很类似习字本的一个本子 就是打开来之后里面是画横线 然后外面它的封面是灰色的 很简单就写京都大学 照片呢稍后会上传到 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 还有我买了两条手帕 这样怎么讲 当我看到手帕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的先生保释服了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呢 我经常把他一个人留在台湾 我自己就出去工作了 因为我做的是记者 经常出国采访 去探访一些东西 有的时候呢 可以吸版 有的时候是不适宜吸版 大部分都是不能吸版 所以会把他一个人留在台湾 然后呢保释服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礼物 收到礼物 那所以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只要出国去 出国几天 假设这次出国六天 我就会带六个礼物回来给他 可是听众朋友 你们一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 怎么可能买那么多礼物 对啊所以主办单位送的杯子啊 谁送的这个钥匙圈啊 对不对 只要看起来有包装的 还是谁给我一个铜锣烧之类的 听众朋友 各式各样 只要看起来像礼物的 我都有的是很正式买 你知道有的时候就看起来很混 你知道给他带回去 然后一字排开 然后告诉他 我这个跟这个礼物什么时候相遇啊 我们那个时候做什么事之类的 所以那天在京都大学 我买了两条手帕 我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保时服 因为我一开始想到的是 哇他们好会做手帕 因为他的手帕上有 有那个像那种绣学号一样的logo 一个logo就是南木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京都大学 你们去看他的logo 就是一棵树 然后呢 另外一个logo呢 就是一个人员 那天其实哦 所有的这个研讨会的学者 还有参与的人 都跟着 因为我很胖嘛 听众朋友你也知道 我虽然现在瘦了 我还是很胖 他们因为秋桂老师 拴进去没有人发现 我拴进去的时候 所有人都跟在我后面 因为就说 怎么搞的了解 怎么动作变飞快 因为要去买东西 那所以其实一开始 大家都没有看到 那个手帕上面绣的是一个人员 就是一个猿猴 我其实还没有时间查 就是京都大学跟猿猴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的手帕有三种类型 另外还有一个秀的这个图案 就是一个学生 然后那个学生 他秀的他好像有一点阿达 就是那种好像读书 读很久 然后眼睛打转转那种 可是因为那个花色 我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 我是京都大学的学生 我怎么可以阿达呢 对不对 要很smart啊 是不是 所以我只买了这两款 那当我在付钱的时候 我就忽然间想到说 我都忘记给我哥哥买礼物了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两条手帕 其实就是男生用的手帕 我想说 终于终于 我想到了 我要给我的哥哥买礼物 好 跟大家聊京都大学 是因为一开始 本来想说 在参加研讨会的时候 我应该可以溜走很多次 所以呢 我有一开始有研究 京都大学附近的吃喝玩乐 结果发现京都大学附近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喝玩乐 可是京都大学 他自己有四个校区 他们自己呢 就有很便宜的学生餐厅 而且不止一家 甚至其中有一家 还是法餐 法国料理 中午只有一千多块日币 那天在参加研讨会的时候 有一对夫妻 这对夫妻 现在刚好在京都大学客座 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去过学生食堂 他们甚至也没有造访 这个法国餐厅 然后听到我们给出的讯息的时候 他们也很兴奋 我觉得反正旅行 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旅行 就是你走到哪里 玩到哪里 然后呢 你都会在这里发现新的东西 先跟大家聊一下 这次呢 主要去京都 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去参加 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 两年一度的美食餐饮的研讨会 主题就是永续 有粉丝在FB看到我po的照片 他说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来聊永续的议题 当然可以 所以那天呢 已经在现场跟几位教授发出邀请 可是你们要忍耐听众朋友 因为他那个都是学术研讨的程度 一定会让大家长长见识 好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今天跟大家介绍京都行 其实秋天的京都很舒服 有晒到太阳的时候 你暖暖的会发汗 没有晒到太阳 还是早晚的时候会有寒意 已经有凉凉的感觉 有寒意感觉 刚刚其实有聊到这次呢 因为永续的关系 所以呢 也在当地做了一些跟永续有关的参访行程 其中呢 最重要的一个参访行程 就是秀明农法的农场 我要跟大家聊 因为呢 这一次呢 除了这个秀明 应该是讲说秀明农法 很多听众朋友在台湾或许已经知道了 可是我不知道 到了滋贺县之后 秀明农法 以秀明农法为中心 应该是说以这个宗教团体为中心 是这样讲法吗 因为它串联着一个宗教 这个宗教的名字叫做 神词秀明会 听众朋友 宗教的部分 我刚才有讲过了 大家其实看你们要怎么信奉 因为这个神词秀明会的下面 除了有农场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美术馆 叫做 美术馆 翻成中文就是 美秀 美术馆 也就是这个神词秀明会的创办人 他所创办的 那这个美术馆为什么有名 因为它是由全世界知名的华裔建筑师 被玉民所设计 而且呢 它里面的这个收藏 非常的齐全 就是它不是专精于一个部分 它那个里面的收藏 有埃及的 有佛教的 然后有亚洲的 中国的 你知道甚至有印度的 那所以呢 很多人呢 会到这个密后美术馆 那所以呢 等于是呢 我们自己呢 因为了参加这个永续的研讨会之后 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我跟大家讲的好精彩哦 我那天呢 虽然我自己对于秀明农法 很早很早就已经听过了 然后呢 也听过这个李医师的故事 可是那天李医师哦 飞到日本去 亲自给我们做导览 我们在他的农场里面感受 感受什么 就是感受干净 还有感受一种 没有人工介入的种植方法了 因为我们等于是 在这个像类似 合掌村的合掌屋里面 就是在这个芦苇铺的 这个古代的建筑里面 我们上了一堂课 这堂课很有趣 因为这堂课呢 是正正经经 给大家介绍 什么是秀明农法 或许大家会说 就是有机嘛 就是无毒 这个其实是比较粗略的讲法了 而且我觉得自从上课之后 对于有机这两个字 应该要更深入的讨论 因为呢 听众朋友 我也知道 前一阵子呢 大家有看过一部纪录片 叫《重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因为这次呢 料理台湾的总编辑 宜林 跟她的这个 下面的这些工作人员 也是在讨论 这部纪录片 可是呢 跟邱桂老师 在讨论这部纪录片的时候 邱桂老师就讲 邱桂老师说 拍摄纪录的人 想法太单纯了 如果你去菜市场 收集了这些废弃的菜叶 你要拿来做堆肥 基本上那是行不通的啦 行不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会认为堆肥就是有机 这其实是不对的 概念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现在其实大量生产的东西 它都有施肥 都有施药 你再把它拿来堆肥 它其实并不干净 我觉得就是回归到一个干净 然后就是回归到土地有土地自己的力量 那所以呢 我去参观秀明农法的这个农场的时候 我给你讲 他们好热心哦 一个那个一看就知道负责 他是负责种茶 我有拍照 有一个种茶的一个茶农 矮矮的 好可爱哦 那个茶农哦 你知道他就给我们在站在 因为他矮矮的嘛 他腿很短 他两条腿就这样劈腿 站在水沟上 然后就挖水沟给我们看 我们一开始说他为什么要挖水沟给我们看 原来他是要解释 连水沟里面都有学问 就是他会在水沟里面先铺一层 劈开来的竹竿 然后再 在附上松叶 就掉下来的长长的松叶跟松枝 他说 很多东西都要慢慢来 水也要慢慢来 空气也要慢慢来 土也要慢慢来 植物生长也要慢慢来 那所以呢 他们不会过度去干预 他们只会让他慢慢来 很感动 虽然我觉得在秀明农法农场的这个时间太短 真的很短 可是因为上了一堂课之后豁然开朗 因为这个李医师做了几个数字跟图表 还有解剖剖面给我们看 就是有关于惯形农法 还有关于有机 甚至是秀明农法的一些植物的剖面 然后我自己其实很在乎的是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就是有关于蔬菜的消酸盐的含量 如果你相信他做的研究 因为呢 李医师讲说他的研究 其实这个研究最近都还有更新的数字出现 就会发现秀明农场 秀明农法所种植的这些植物 他的这个硝酸盐激进于零 可是因为这些都是从日本来的报告 那当然前提是 听众朋友前提要告诉你 他们的东西并不便宜 大家知道 因为他们就是用很干净的种植方法 叶子落了 采收之后干净的再回去 你知道给这个土地当棉被覆盖 并不是做浮土 不是把它搅烂 不是 因为他们相信土地自己有能力把这些植物养好 然后他们也追踪了很多年 发现其实是可以的 而且大家知道执行这个农法的不是只有亚洲 在国外也有 在美国欧洲都有 因为他们所绣出来的图片 有的就是从国外回来的研究 我们其实之后 在天母他们有一个小卖店 我会去完了 看完了之后 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再请黎医师来跟大家聊天 因为老师 我要很老实跟大家讲 我们家楼下 也有一家有机店 然后呢 我都很怕 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他都跟我传教 听众朋友 你们会不会很害怕 有的时候很想要接触干净的食物 有机的食物 然后就很害怕 你知道 是不是有那种宗教设下来的这个网 让你自投罗网 那所以呢 我在跟黎医师聊天的时候 我也很担心 他会跟我传教 因为这个黎医师很有魅力 他这样眼睛跟你讲话 他这样眨一眨眼 你都会觉得说 他如果跟你传教 你一定会说yes 对不对 你会有一种 就是我自己心里 我自己因为我做记者做很久 我就会有一种戒心 可是我觉得 他其实就是 应该说 就是他们这个团体里面 秀民 农法 只是其中的一项 就像回归到 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 Mihou Mihou美术馆 这个Mihou美术馆呢 出来给我们讲解的是一个台湾人 用英文讲解 然后用中文翻译 然后因为他一开口 我听到他就是台湾腔 那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这个教会的教徒 对不对 他说对 我说那这个教会会做什么 就会让你做什么 他说没有啊 他说他从台湾来到这边 只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欣赏美好的事物 一件事情就是吃东西 听众朋友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没有那么简单啦 他们还有上课 好吗 听众朋友 可是我觉得反正你尊重他 他也尊重你 然后你喜欢他的功法 你接触他的食物 你受到他的感动 你就会慢慢取近他嘛 对不对 我觉得讲法是这样 当然经济能力要许可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刚刚我讲过 不是戏虐 互相尊重 好不好 听众朋友 自从保师傅走了之后 我其实谁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神 我也不相信人 我也不相信天 我也不相信地 我也不相信我自己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阶段都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多的 真实 更多的事实 才可以帮助你判断 判断事情的真伪 才可以帮助你判断 你是否要趋近他 还是你要远离他 就像我去到了日本资贺 到了秀明农法的农场 听到了驴续营医生 给我们大家进行的一场很简短 其实我觉得是很简短 半个小时 我觉得很简短的简报 我其实看到了几个数字的比较 还有图表的分析 我其实有被吓到 我觉得有被吓到 就是可以进一步再了解 尤其是有机 因为我知道台湾有一些人 对于有机非常的支持 只要是打上有机两个字 二话不说 全部都是吃有机的食物 可是老实讲 有机这件事情学问很大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微生物 这件事 并不是说今天用什么样的肥料 还是说我不施药 它就是有机 土地的事情很复杂 今天也并不是说我们看得懂的 我们能够辨识的生物 我们就可以完全掌控它 因为有更多的东西 你不知道 你不认识 甚至我们还无法辨识 好 贝玉民来到日本 他其实帮日本所做的第一个建筑 不是咪喉美术馆 而是在咪喉美术馆后面的一个钟楼 可以远远的就可以看到那个钟楼 他说当初早上贝玉民的时候 一开始 这个神池秀明会的会长 这个女士 她是讲说只要做一个小小的就好了 因为老实讲 他们的道场也在附近 没有对外开放 然后结果贝玉民就跟他讲说 为什么要做小小的 既然要做就要让全世界都看到 我相信他们这个神池秀明会 也是因为这个美术馆而大放光明 因为好多人都跑来看 我在去参观这个美术馆之前 有上网Google了一下 然后我就发问 好奇怪 为什么所有的YouTuber都只有介绍建筑物 都只有介绍外观 我说这些人太不用功了吧 结果我一到咪喉之后才发现 里面根本不可以拍照 我其实是误会了 我想说这些人怎么搞的 一直介绍建筑在干嘛呢 是不能拍照的 尤其是艺术品 可是我要讲的是 我觉得日本人的观念还是不太一样 日本人 我自己很喜欢故宫 听众朋友你们喜不喜欢故宫 喜欢吗 对不对 大家都喜欢 我们这个在双西 外双西的故宫 因为呢 故宫都开放给人家拍照 尤其他开放给人家拍照之后 我其实就好喜欢去拍瓷器 你可以很 就是现在用你的手机 可以拉很近 你知道把这些瓷器啊 把这些绘画的工法 都拍得很清楚 可是呢 美术馆是不能拍照 我其实就有一点点不满意 可是关键是 他们陈列艺术品的方式很独特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们的陈列方式是 你可以非常贴近这个艺术品 他们用这个玻璃罩子 比如说他们用这个玻璃罩子 把一个这个埃及的一个 一个一个铜件啊 把它这样 把它这样照起来 你几乎可以跟他脸贴脸 就这么近看着他 然后呢 我有听这个黎医师跟我说 他说其实哦 这个美术馆呢 针对当地的小学 会有一些时段 开放 就是让他们可以触摸这些艺术品 可以触摸这些古物 我听了我好感动 我说真的还假的 他说对 他们会让小孩子 你知道摸到这些东西 那我要先讲一下这个 为什么所有的YouTuber 都去拍这个建筑物 是因为这个建筑物 本体设计就很好玩 我们那天呢 一些人 我们大概有二三十人 我们就坐一辆游览车就到了 到了之后就到了一个广场 大家就很兴奋的拍照 就秀明美术馆 那个密后美术馆的人说 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好不好 这里只是接待区 就是他做了一个接待区 这个接待区就是让你的心情 先沉淀下来的一个区域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用餐 我们那天中午吃的 就是饭团套餐 饭团哦 有四个饭团哦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饭团 我留到最后吃 前面三个都有包啊 就是里面都有包梅子啊 还是那种pickles 烟材 最后一个看起来好花俏哦 都是杂粮的 里面没有啊 可是 它的饭好好吃 之后县其实是一个 很主要产米的一个地方啦 因为我们之后有造访一个酒厂 之后再跟听众朋友分享 然后我们就吃了饭团 吃了饭团之后 它配了一块豆腐 这块豆腐哦 是我有史以来吃过 很绵密 非常绵密 非常浓郁 而且呢 你吃一口就可以吃到 这个黄豆香气的一块豆腐 那所以我吃完了这个套餐之后 我就很好奇 我就快跑出去 我要看价格 我要拍照 就发现这块豆腐已经卖完了 在中午的时候 而且呢 在他们这个用餐区这边 还有一个 就是天然发酵的面包 一个小卖店 所有人都还在里面吃饭团的时候 我已经出来买法国面包了 因为我觉得在日本 现在日本的物价 跟台湾比起来 我觉得不止三分之一啦 因为现在又回到乘以0.2 0.21 0.2的一个状态 那呢 我看到那个面包 因为我经过它那个小卖店 我就一直闻到那个 天然酵母的味道 你知道我就受不了 动不掉 然后结果出来之后呢 很多人呢 就跟着我 就一扫而空 团员就把面包 一扫而空 就吃完面包 吃完饭团之后 就要开始前往 我们刚才 我们所讲的这个 米厚美术馆 然后你就开始 慢慢的爬坡 它是一个缓坡 然后这个缓坡呢 的镜头处是一个隧道 当初贝玉明在设计 就是帮这个秀美 林美秀 美秀啦 美秀美术馆 在设计 这个密号的时候 他其实引用了 陶渊明的诗句 就跟这个会长讲 有一个这样子的意境 所以呢 他们就一拍即合 陶渊明的这个 心境是什么呢 他呢 设计了这个隧道 这个隧道 会随着四季而变化 听众朋友 你一听就说 怎么可能 隧道怎么可能 随着四季而变化 的确是 因为他在建造 这个隧道的时候 他在隧道的 这个四面 隧道是两面墙 因为它是拱形的 对不对 圆形的 还有在它上面这边 他用的是金属板 所以呢 你会看到 隧道口的两边 的植物的颜色 比如说 春天 就是樱花的粉红色 比如说 秋天 两端 透出来的 就是它映照到隧道里的 它其实就是 枫叶的红色 我们其实一开始 好像观光客一样 我们杀进这个隧道 还不太懂那种意境 大家只是拼命走 你就说 很远 这个隧道 为什么设计这么长呢 而且你一进去的时候 你 入口看不到出口 它故意把隧道 设计成一个弯道 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忽然间停下来了 我觉得 被域名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一开始 我们这样缓坡走上去 两岸都是树 对不对 然后呢 开始进入这个隧道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开始 带你走进这个美术馆 然后你已经开始 在欣赏风景 而且你已经开始 你的心境已经开始转变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知道 桃圆明的这个桃花园 桃花园记 对不对 你就有一种心情 就会慢慢浮现 然后你就开始观察 这些万物的变化 然后映照在这个隧道 然后你就慢慢慢慢找到你的出口 人生出口也好 各式各样的出口都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为什么我今天的电话这么吵 而且它震动的好厉害 我发现 我跟以前一样 为什么它今天好激动 还跌下去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我经常跟听众朋友说 挂在嘴巴上 去到了一个地方旅行 你要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书店 一个是菜市场 现在要增加第三个地方 就是美术馆和博物馆 我自己都会觉得说 难怪一些网红 到了这个美术馆 就在外面拍个不停 我本来想说 奇怪 这些网红都对这个艺术品 还是对这个古文物没兴趣吗 其实不是 因为它里面禁止拍照 然后还有这个贝玉明大师的设计 真的就让你有一种感动 因为你走到了这个隧道的出口 连接的是一道桥 这个桥应该是讲说 它整区用的都是一种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永续 环境 它在很多年前 在盖这个美术馆的时候 就把桥梁高架 把桥梁架起来 而且整个美术馆 当初在盖的时候 因为是盖在深山里 它其实有法规的限制 他们最后决定 把美术馆藏在山里面 你这样的话 就等于是他把山先挖开 把美术馆盖好 再把土填回去 用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当你在远处看这个美术馆的时候 会发现它有一个 就是美术馆在远处 然后它前面就有一个长长的 有一个桥 有一个隧道 然后甚至呢 直接连到我刚刚所讲的 这个接待处这里 很感人 应该是讲说 当你在接近这个美术馆的时候 然后呢 就算没有人讲解 你也会被震撼到 因为他把桥高架了 甚至这桥上面的材质是不会积水 下雨 它会直接渗透下去 也不会让桥下的植物死掉的一些建筑工法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大家爱护地球的做法 其实有很多 你自己也会去思考 自己平常的日常生活 是怎么样 用你的行动在爱护地球 并不是叫你作为一种激进分子 没有 我不是要这样子讲 也不是叫你要去参加世界什么什么组织 其实没有 就是按照你的日常生活 你自己可以思考 你自己可以反思 你可以修正 然后这个美术馆呢 进到这个大厅呢 就是这个陈小姐来跟我们讲解 我有拍影片 因为里面不能录影 所以她的整段讲解 我都有录下来 听众朋友 就是你要看什么重要的古物 我都有拍下来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 自己去搜寻 就是这个美术馆的展区 到底在展什么 它现在有一区是非常设 刚好在展日本食事 食就是吃 就是很巧 它刚好在展这个东西 就是展这个日本有史以来 跟食物有关的 包括它的记录 包括它的画 包括它的书籍 包括它的器皿 之类的种种的很精彩 可是呢 对我来讲 我自己在里面逛了两次 因为它的美术馆其实不大 东西也很好玩 它其实有一区是绝对不能错过 那一区就是喝咖啡跟喝红酒 听众朋友一定笑出来 他说了解你怎么走到哪里都在讲吃 我要跟你讲 因为它的咖啡跟它的红酒 就是用秀明农法 所种出来的 这些 这些植物所做的 所以呢 大家来到这里逛完了 甚至有的人还没有开始逛 就先杀去咖啡馆 你知道 先喝咖啡 先喝红酒 咖啡这件事 我先跳过去 我先讲红酒 因为或许呢 很多人会认为说 哎呦你们真的是好像乡下土豹子 其实不是 我发现那就是一个仪式感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未满18岁 勤勿饮酒 我从来没有喝过用秀明农法 所种植的葡萄 所酿的酒 的确没有 可是听众朋友 最近葡萄酒 已经流行好多年了 都在讲 自然农法 自然农法 也不等于秀明农法 也不等于有机 因为老实讲 种植 你要跟人类要跟这个维生物 要掌握维生物 这个议题其实是很大的议题 那所以呢 你只能抽丝剥茧慢慢研究 我要讲的是因为这个建筑 是被于民所盖的 然后呢 它好会跟空间结合 跟外面的景致结合 跟山景结合 我其实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其实一进到它的lobby 我就有被那个lobby吓到 外面的那棵树 远处的景 甚至于呢 刚刚跟大家讲的 被于民呢 在日本所做的第一个建筑物 就是那个钟楼 都收进你的眼底 然后这个咖啡厅呢 基本上也是一样 这个咖啡厅呢 有一个好大的落地窗 然后你就可以坐在这边喝咖啡 品红酒 我那天点了一杯咖啡 也点了一杯红酒 然后呢 我要怎么说 我觉得 用这个工法 所种的葡萄 酿出来的酒 它的酒的变化度很高 而且这个酒 这个红酒 非常容易入口 我即使什么都没有吃 听众朋友 我也没有什么配起司 你知道干嘛 没有 我就是很优雅 很优雅 对不对 因为都自拍要很优雅 然后呢 拿着一杯红酒 慢慢错饮 我其实都可以喝到这个土地丰沛的力量 我自己有被这杯红酒震撼到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我也满18岁 勤勿饮酒 然后还有刚才其实有讲到那块豆腐 因为我在这个 他们的这个接待室 我刚才有讲说 不是吃了一个这个套餐 吃了一块豆腐 这块豆腐 其实在台湾有卖 我有问李医师 李医师有卖 一块两百元 好贵的一块豆腐哦 所以我刚才其实前提我就有讲了 我就有问李医师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这豆腐的质地是这样 他跟我讲说是盐乳 可是盐乳都粗粗的嘛 对不对 可是他细细的啊 就有李医师说 他们有进口机器 好了 听众朋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明天 不是 下个礼拜一 中午空中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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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